上课后我的思维有了不同的改变 修正我的触发点后 我才意识到原来有那么多的机会和可能性 现在的我不断用心的去经营我的健身事业 带领我的学员争取属于他们的机会 改变体态和改变心态的机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事健身行业已经接近了三年 在上课之前我是一个被自己框架局限的人 错失了很多机会 不懂什么叫可能性 想法也很单一 死脑筋为了做耳朵 做不好就给自己一个借口 就是说不是我的错 我已经尝试了 当时我做教练的同时 其实我经营一个副业生意 因为我局限了我的人选 就是这群人 所以当这群人他不败我的时候呢 我就会很慌 我就一直会很pushy的去推他们 因为我没有想到其他的可能性了 所以我就是 我的目标只是你 你一定要买 身边很多的关系都被我搞砸了 上课后我的思维有了不同的改变 我开始去倾听自己心生 要的到底是什么 修正我的出发点后 我才意识到原来有那么多的机会和可能性 我的父母还是期待我是一个专业人士 因为我是读这个engineering毕业的 然后我也是有回去变成engineer 当下其实这个氛围到底是我想要的嘛 所以我这样找到一些 对我更加的fulfilling的地方去发展 which我找到的就是我的这个健身行业这边 因为当我教课的时候 学员的认证度 还有他们的成绩 还有他们也会很感谢我的这个存在 这里是让我很开心的地方 就是当他们很感谢我 谢谢教练 带到我可以达到我的目标 看到他们开心 我也很开心 上课过后呢 我学到更多的东西 就是去聆听 我学员到底要的是什么 然后我如何去support到他们 OK 因为每个人他都有不一样的目标 知道他的难处 所以我们才可以对症下药 所以我很感谢我的爱人师名 拉我进来到D-Spring 上课 让我有机会接触不一样的体验 然后从中学习 在我的生活呢 更大的转变 和看到更多的机会 我是Jackie Tan 我是一个自信 有爱 勇敢的男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